澳洲跟中国的关系恶化 现在的澳洲政府宣布 将会在未来十年 大规模的增加国防预算 而且这个国防预算当中 它是广义的包含在内 除了真正的军事国防预算之外 还包括了非常多国安项目的一些预算的增加 总体的规模高达了2700亿的澳币 折合新台币是6兆元的规模 那这样的一个军事预算 它也给它一个未来的目标 它的目标就是要提升澳洲国家的国防能力 同时要有办法跟随美国的脚步对抗中国 然后它最终最终的目的是要 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开放与和平 这句话非常熟悉吧 这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终极目标 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开放与和平 那么同时澳洲政府 它也开始重新检视 所有中国企业在澳洲投资的项目 最近被盯上的是 中资成租99年的达尔文港 这个港口 它是美军进进出出澳洲的基地 但是被中资承包了99年的一个营运权 所以现在澳洲政府还有美军都担心 那这个地方既然是中国在营运 然后我这个美军又在这个地方进进出出 那未来一段时间可想而知 美军跟澳洲的一个军队当然有密切的合作 然后我们又要维持一个开放的印太的战略 那不都是所有的动态都被你看光光 所以现在澳洲政府强烈考虑 要取消这个合作的项目的合约 今天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看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的是 到底澳洲增加国防投资 它增加在哪些项目 首先我们来看到 它其中这十年的一个六兆台币当中 有166亿它用来在北领地 也就是这个澳洲比较偏北的地方 有四个军事训练区 在这个地方的硬体设施要加强 软体设施也要规划好 那希望可以把澳洲的一个军队训练成 随时的备战状态 他们特别的一直一再的强调 最近的澳洲不管是政府的高度 不管是国防部 不管是已经退役的一些国防领袖 不管是一些军事的研究单位 不约而同 大家都说很可能会有擦枪走火 在这个印度太平洋的一个地区 所以澳洲政府 澳洲军队要随时做好开战的准备 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预算 要重新的做军事训练的一个加强 再来我们就带您看 澳洲在三月份宣布 他们要跟美国合作研发飞弹 以前澳洲身为五眼联盟的一员 然后又是美国非常忠实的一个follower 那就是我要什么武器 我就美国大哥卖给我 然后大哥你教教我怎么用 然后大哥我跟你合作 不然就是没关系 我没有这个武器也没关系 反正美军会跟澳洲的军队 我们会联合 那联合我也算是用到了你的武器 也可以 所以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研发 但是现在决定了不行要自己做 所以现在决定要跟美国合作研发飞弹 所以编列了222亿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他们要研发1960年代以来 第一枚的国造飞弹 澳洲要自己造飞弹 以前是没有 那另外我们看到了 除了真正这笔国防预算 要去打造军队 要去买武器 研发飞弹之外 他们还有一大部分 十年内他们编列了289亿 他们要做什么用呢 要增强他们的情报搜集 五眼联盟不就是一个情报的一个联盟吗 那现在他们说 但是以前搜集的情报 似乎是太直接跟片面 他们认为呢 这个他们主要的威胁 当然指的就是中国 他们说指的这个中国 有非常多的威胁 是潜伏在以前 他们没有找到的地方 所以他们要增强 他们的一个情报搜集组织的一个 应对国安威胁的能力 比如说他们以前就没有想到说 原来这个做电线电缆的一个 这个华为也可能是国安威胁 所以他就说以后就是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就算你做了一个小汉堡 我也要这个认真研究一下 这个包装纸当中 是不是在宣传中国文化 要洗脑澳洲人民 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他说全面性的 要发挥他们应对国安威胁的能力 所以编列了很多的预算 要训练他们的情报机关 跟情报人员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最近 这些澳洲的一个总理莫里森 他的一个抗中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抗中这样的一个态度 普遍的在澳洲 他得到非常大的支持 他的一个民调是 一直在往上攀升 所以就让他有更多的底气 用更强硬的态度来面对中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说 这个莫里森最近他就讲了 对于国防预算的增加 对于他告诉大家说 现在要整军备战 他讲如果你去低估 中国战争的风险是非常愚蠢 那这句话呢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 大家要认清很可能真的会爆发战争 然后呢他就举一个例 他说比如说 现在呢中国跟台湾之间的情势 非常的紧张 他说万一擦枪走火的话 万一中国真的武力犯台 他说澳洲呢 就会跟随美国的脚步 来支援美国跟盟友 当然指的就是台湾 所以呢 这个澳洲总理 他已经直接讲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 他们也不会缺席 因此呢 这就是为什么 澳洲在此时此刻 要宣布增加军事预算 同时呢 他们也积极的备战 同时呢 他也开始不断的 跟周遭的盟国进行军事演练 浩浩荡荡向前航行 澳洲多艘军舰 五月初远赴南海组成编队巡航 包含巡防舰帕拉玛塔号 安扎克号及巴拉瑞特号 还有一艘补给舰天狼星号 大批澳洲海军 就在中国后院展开海上补给作业 举行通行演习 紧接着澳洲军又前往日本 和美日发三国 一同举行联合演习 军事动作马不停蹄 牵制中国意味浓厚 特别是澳洲已斩钉截铁 要把军事重心放在防堵 中国的印太地区 早在2020年 随着中澳两国关系恶化 澳洲政府已经决定 未来十年 大幅增加国防国安等领域的投资 规模高达2700亿澳币 整合台币大约6兆元 以促进印太地区的开放和平之名 借此提升澳洲的国防能力 我们也必须要准备 一个世界 比较均确定 和比较选择 根据澳洲财政部公布的 下一个财政年度的经济规划显示 十年2700亿澳币的国防预算 里头包含7.47亿澳币 约166亿台币 用在升级澳洲境内 北领地的四个军事训练区 当地还有美国陆战队的临时基地 以此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 澳洲先前也已经宣布将耗资10亿澳币 222亿台币左右 和美国一起合作研发飞弹 研制1960年代以来 澳洲的第一枚国造飞弹 除外澳洲政府还计划 投入13亿澳币 289亿台币上下来增强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预计10年2700亿澳币的框架下 数据分析公司Global Data 年初的一份报告指出 澳洲的国防开支预计将 从2020年约309亿美元 折合台币8711亿 将增加到2025年的395亿美元 大约1.1兆台币 国防开支年年增加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就表示 不容忽视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 另外澳洲内政部秘书长 裴佐洛更称 战鼓已经响起 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 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希望澳方充分认清 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切实谨言慎行 无视北京的频频谴责 澳洲总理莫里森 最近甚至在进一步指出 中国若无地犯台 澳洲将会履行支援 美国及盟友的承诺 针对台海的潜在战火 决定长期投资国防的澳洲 似乎已经铁了心 要为此备战 继续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了 那既然在军事上 现在已经也没有什么好遮掩 也没有什么好粉饰太平 就直接撕破脸了 于是我们来看 在经济上 似乎也透过了 正式的一个外交的 对话的一个断交 这个经济上的断交 可不是正式的一个 外交上的断交 我们来看到为什么 现在有非常多 包括澳洲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都说现在中澳经济断交 因为呢 首先我们来看 中国跟澳洲之间 他们曾经有一个 战略经济对话平台 那这样一个平台呢 他们会在平台当中 互相沟通 两国的经贸啊 两国互补的一些 这个往来啊 然后呢 主要是比较focus 在经济领域当中的 合作沟通对话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是呢 既然两国已经交恶了 而且交恶的状况呢 已经似乎是 直接对骂等级的状态了 于是呢 就在这个澳洲政府啊 直接把这个维多利亚州 跟中国签订的 一带一路的协议 给撕毁之后呢 现在呢 中国的外交部直接宣布 那这样的一个对话平台 就无限期的暂停了 这是中国跟澳洲交恶以来 因为过去的交恶就是 那我就不买你什么 然后澳洲说 那你就不要买 我卖给别人 就是处于一种 互相的不太高兴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有一些小摩擦 但是呢 都没有上升到 直接的外交等级 但这一次呢 是真正来到外交等级 直接的冻结了 对话的机制 所以呢 大家会形容说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 对话的一个暂停 那在经济层面上呢 我们来看 过去呢 其实中国已经禁止进口 很多澳洲的一些相关商品了 比如说像红酒啊 大麦啊 牛肉啊 龙虾啊 煤炭啊 最新最新 据说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有耳语 说要禁止购买澳洲的天然气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澳洲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产品 被中国禁止进口了 那对于澳洲的一些厂商来讲 又是一个经济上的压力 那但是呢 我们就要带您看 那经济上的断交 现在呢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商品之外 现在的澳洲直接开始重新审视 中国在澳洲的投资 在两国交恶之前 其实呢 中国资金是澳洲最大的外资的一个投资商 那也有很多的中国的 在交恶之前 非常多中国的年轻人是到澳洲去念书的 然后呢 在澳洲当然就是念书 你知道中国很多有钱人 富二代 红二代 这个企业家二代 他们到了澳洲念书之后 不是像一般的这个留学生可能租个房子 住个宿舍 他们没有 直接就是澳洲买房啊 我们这样想要孩子要到澳洲念书啊 就在那边给他买个房啊 然后又可以投资 又可以让孩子在那个地方念书 有个地方住嘛 很多的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心情 那当然有些富二代直接 孩子在那里念书 哎呀地缘关心 人不清土清 不都是这样吗 我到澳洲做个生意好了 那于是呢 非常多投资都到澳洲去了 也觉得这个澳洲好像 也蛮欢迎外资的 当初没有交恶的时候 所以有非常多中资在这里投资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当初呢 在2015年 这时候还没有交恶哦 那个时候澳洲还非常敞开双手 欢迎了一笔投资 中国 他去乘租了达尔文港 99年的期限 澳洲政府把这个港口直接包出去了 直接租给一个中国企业 让他在这里营运99年 以5.06亿澳币的代价 然后呢 这家公司得到了100%的营运权 还有80%的港口权 哪家公司啊 这家公司呢 叫做山东的兰桥集团 兰桥集团哦 他的一个老板叫做叶成 那这个叶成呢 他非常特别 他非常非常有钱 然后呢 他曾经曾经被 这个中国政府 在2013年 给他一个title叫做 十大关心国防发展的个人之一 然后他跟解放军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就是长期关注中国的军事啊 国防啊 然后他也是出钱又出力啊 捐款啊 然后呢跟国家关系很好 跟共产党关系 跟党的关系 跟军政关系都非常好 那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 他来经营了这样的一个港口 于是呢 两国关系很好的时候 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是呢 当两国现在出现了竞争 军事上的对峙的状态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于是呢 我们来看 现在啊 这个澳洲的国防部长就说了 这样的一个港口的经营 港口的投资 他们正在质疑他的国安风险 他说如果要审查之后发现 真的有国安疑虑的话 不排除毁约 就不再把这个港口 租给这家中国企业的 兰朝集团 让他经营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为什么达尔文港口 如此重要 重要到很可能会有国安危机 这个达尔文港口 我们现在看一张 比较大的地图 简单看一下 你看达尔文港口 它的位置就在澳洲的北方 然后呢 北方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 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形容说 它就是一个印太的一个枢纽 它的位置就在最北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以一个商港来讲 它有非常大经济的效益 那以一个这个 军事的一个关键位置来讲 哎呦 这不得了了 我们来看它最重要的是 这港口是在澳洲北部的海岸啊 最重要的 它离亚洲最近 离中国最近 然后所谓的印太战略 印度太平洋 它就最近啊 就都在它这里 所以呢 他们形容说达尔文港 是印太地区的门户 然后现在是中国的企业在经营 于是呢 美军很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这个美军不是拉着澳洲的军队 我们一起赶快跟这个中国来对抗吗 然后呢 哎 这个美军到了这个澳洲 它怎么来 它都是在达尔文港 哎 来来去去都在达尔文港 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上岸 哎 怎么办 这个港口是中国在经营 哎 然后美军呢 也在附近有军事基地 所以呢 美军一直觉得盲刺在背 我来来去去都在中国经营的港口里头 那我补给了什么东西 我什么时候来 我带了多少人来 哎 不都在这个北京的眼皮子底下吗 然后呢 澳洲又计划要再建一个新港 让这个美国来 在这个地方方便它的调防 于是呢 这个港口被中资经营 就变成了澳洲政府的眼中钉 遵促澳房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随着中国和澳洲双边关系降到冰点 两国战略经济对话也跟着正式冻结 这是自中澳关系 二话以来 首次正式冻结外交机制 而中国这项决策的出发点 是因为澳洲政府四月份 取消了北京和维多利亚省的 一带一路协议 事实上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从2014年开始启动 是双方国家高层定期对话的机制 讨论内容包括双边地区 和全球的安全与经济议题 如今遭到终止 两国经济几乎陷入断交局面 战略经济对话喊咖 时机恰好是两国贸易战 不断升级之际 包括澳洲的牛肉 大麦 煤炭 龙虾 红酒 等一系列产品 不是遭到中国阻挠进口 就是被加成关税 除此之外 最近甚至传出 中国已有至少两家规模较小的 液化天然气进口商 接到上级通知 要求暂停进口澳洲产品 而澳洲则不甘示弱 三年以来 也不断向中国反击 中国在澳洲投资就一直受到澳方严格审查 澳洲就曾在2018年拒绝过华为的5G建设 近期更是废除一带一路协议 如今还可能对中国向澳洲租借的港口 达尔文杠大刀开闸 达尔文杠2015年有澳洲当局租借给中国蓝桥公司 为期99年 然而这双合约这回却饱受澳洲国内质疑 因为蓝桥公司不仅和中石油等中国国企合作 蓝桥亿万富翁老板叶成 2013年还被中国政府命为 十大关心国防发展的个人之一 后来蓝桥还被发现和解放军有广泛的连结 2016年叶成曾公开坦承 投资达尔文杠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外交目标 由于达尔文杠可说是澳洲北岸最重要的港口 也是离亚洲最近的港口 同时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流进出澳洲的基地 这回澳方不排除任何国安威胁 因此目前将进行国防审查 若有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之处 澳洲似乎也愿意支付天价违约金 从中国蓝桥公司强制收回达尔文杠 中澳两国不断猛戳对方 已造成2020一整年 两国经贸数字急剧下滑 特别是中国对澳洲投资 2020年大幅度减少了61% 成了六年来的新低记录 反观中国对全球的投资增长了3.3% 如今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断绝 双方预计还将技术更多反击 西太平洋这两大国 仍然已走到了硬碰硬的局面 三地新闻沉得不倒